近日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 美国青少年青春同行华盛顿州代表团的80名学生 开启了一段中国乡村文化之旅 在贵州省前东南州 美国学生们体验了苗族卢生演奏 还观看了村BA 当地独特的民族风情让学生们感触颇深 9月17号在前东南州台江县 美国青少年青春同行华盛顿州代表团的学生们 体验了苗族卢生演奏 反排木鼓舞 品尝了酸汤鱼和米酒 当地丰富多彩的迷俗文化 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除了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代表团的学生们还与游客球迷相聚台江县村BA篮球场 观看村BA中美篮球友谊赛 这次他们将访问贵州 四川 山东 北京等这些地方 让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能够种下一颗中美友谊的种子 以后逐渐地能够长成参天大树 为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能做出积极的贡献 感谢观看